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Function 用語 那今天讲到的是感谢 多做 感謝 好 第一句话如何表感谢呢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いろいろ是各种各样的 世話是照顾 那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是备受照顾 那这是受到您 いろいろ各种照顾 或者是受到您多方的照顾 再第一次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好 这个讲完之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 后面的でした是表示过去世 意思是您辛苦了 它可以用于同辈之间 或者是呢 你对你的上一集说您辛苦了 ご苦劳様でした 那ご苦劳様でした也是辛苦了 它同样和它一样 同辈之间使用可以 但它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对你 比你还要小的 或者比你的等级要低的 对下集说 ご苦劳様でした 所以每次呢 我们下课的时候 建议大家都互相地说这句 お疲れ様でした 好的 功能用语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是 这一课的解说语法的部分 接下来要先将大家一起讲到的 解说语法的いきます 接下来要刚才滴的 接下来要清楚